4月21日,第九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7年度表彰盛典拉开帷幕 赵薇等亮相红毯,随后赵薇工作室晒出了一组赵薇的美照 照片中赵薇身穿一件长款黑色肠裙,内搭一件蓝色衬衫 整个人写得十分的直性优雅 事实上的鸽子弹戒指相当强劲,作为中国仅有的几位女性导演 赵薇的道场可谓是非常养眼 去了解此次这组照片是赵薇参加导演协会年度表彰盛典活动时的一套造型 而作为青年导演的赵薇,穿上这套造型之后也是显得非常得体 导演赵薇的亮相也是红团的一大亮点 虽然从演员转行到导演没多久,但是成就很大 现在是中国导演电影协会的执行委员 赵薇也表示这次当评委了解了很多导演的想法,通过与评委们沟通 自己也知道了很多导演的看法,也是一种学习 赵薇近些年来无论是拍摄还是导演作品都比较少 希望赵薇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